北韓官方傳媒報導 平壤當局在當地星期三早10時 成功試驗第一枚氫彈 事前沒有通知美國與中日韓等輪近國家 試驗期間多國都探測北韓東北部 距離平壤300多公里的封階里附近 地殼出現震動 美國地質勘探局指 震動強度相當於黎克特製5.1級地震 北韓在2006、2009和2013年 也曾經在封階里進行過三次核試 氫彈是核武的一種 利用氫的同位數產生核融合反應 釋放的能量是當年長期原子彈的500倍 因此今次被視為北韓發展核武的重要一步 平壤政府聲明說 試驗氫彈是主權國家的合法智慧權利 目的是應對美國等敵對勢力的威脅和恐嚇 強調北韓是個負責任的核國家 只要主權不受侵犯 當局不會使用核武 但北韓的舉動就引來區內國家的強烈譴責 其中南韓緊急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嚴正警告北韓違反聯合國決議 敦促平壤當局消毀全部核武 南韓軍隊同時上調對北韓的警戒級別 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說 氫彈試驗是對日本安全的重大威脅 絕對不能容忍 日韓等亞洲輪國會與美國商討如何應對 有分析認為北韓今次試驗氫彈產生的衝擊波 與一般氫彈有一段距離 相信北韓要做到用核彈命中目標 仍然需要紀念時間 但這個明顯是平壤當局的終極目標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每個人類別做訊息推送 還可以簡說不同靜音模式非常協心 功能創新簡單易用 立即下載東網手機APP